好 我們請大家先合掌 好 各位上師 各位法師 師兄 師姐 大家下午好 好 今天我挑的這一本蜜叫大光華 裡面是師尊早期在教導這個真佛蜜法的遺軌 到底怎麼樣修持 那可能有的人會認為說 這個遺軌我已經熟到不行了 我都背起來根本連看都不要看 根本不需要講解吧 好 太容易了 可是呢 為什麼還是有人晚上受干擾 他說他有做結界 為什麼他的結界沒有用 這個就在這個做披甲護身的時候 你認為你會 可是事實上沒有達到效果 好 有些人因為家裡有人生病 或者要考試或者什麼 他唸了一千遍的高昂經 他說我唸啊 甚至唸了兩千遍三千遍 為什麼沒有感應 問題出在哪裡 因為他不懂得唸高昂經的藥具 OK 好 等等 甚至是唸這個蓮花童子心咒八百萬遍 很拼啊唸到一千萬遍 一樣沒感應 也不見得可以往生 問題 好 所以其實我也常聽到很多同門在講說 他修法修了好多年幾十年啊 可是我都沒感應啊 佛菩薩都沒有加持 我求他們也都沒有理我 然後就覺得 是不是真佛祕法 還是孫傳的怎麼樣 其實不是 是因為我們不懂得要訣 好 那雖然說沒有感應 但是聽了世尊很多的開示 其實大家還是有進步 比如說 你生氣的次數 可能比較少 本來生氣跟老公吵架 你會跟他冷戰兩個禮拜 現在可能只剩一個禮拜 還是有在進步 所以不要認為說沒有進步 那早期一開始 世尊講儀軌的時候 不敢講太複雜 因為講太複雜 大家會覺得 哇 這麼難 就放棄了 所以只是簡單的先教 可是等到你之後 再來看密教大光華的時候 你才會發覺原來裡面很深 好 那過了這麼多年之後 我想這個是大家可以 在進階的時候 好 所以待會我在講的時候呢 你可以自己評量看看 我講的東西跟你做的 你有沒有做到 好 就是小學生做評量你知道嗎 我問你說對不對 你就都寫錯 都沒有做對 還是說我都做對了 這樣那你就自己做評估 好 從最簡單的一開始好了 大家知道修法的時候 會拍掌彈指對不對 可是很多人就這樣 好拍掌彈指 這樣是幹嘛 你覺得佛菩薩有耳朵 沒有聽得到你這樣嗎 沒有的 所以他聽的是什麼 聽的是我們的意念 是不是 你是要很虔誠的 紅光 紅光 白光衝頂 他收到的是這個 不是收到你拍手這樣子 所以你在做每一節儀軌的時候 要用心 用你的意念 因為我們密宗又稱為念力宗 是不是 如果我們做什麼事 裡面都是好像 腦袋空空的 不曉得在做什麼 那這個就是沒有意念 也沒有念力的產生 所以沒有用 你從第一節開始 如果就這樣 沒好 知道嗎 好 接著呢 我們第一節做的是 念清淨做 OM 一般人就這樣 念清淨做 OM 你知道你在念什麼嗎 本來我們修法之前 要先刷牙洗臉 好 這是基本的 然後調整你的心 可能剛跟誰 吵架之後 你要把你的 煩惱跟你的憤怒 先把它 靜下來 沉澱再進來修法 好 那我們在念這個清淨咒 你知道我們第一個 念的是淨口 你在念 OM 修理修理 你有沒有希望師尊加持你的口夜清淨 你有沒有希望師尊加持你的口夜清淨 再來你念 OM 修得利修得利修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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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修哈 你心還是很亂 沒有調心 你這一彈法是 我講 會變成空修喔 你這一彈法都是空的 因為你不曉得你在做什麼 你以為只是把這個形式做完就叫修一彈法的話 就可惜了 也浪費你30分鐘40分鐘的時間 好 然後最後一個安土地針也 你也要意念 我感冒還沒好 不好意思 請土地公來守護我們修法 這樣子 所以你的口 跟你的意念要合在一起 所以問大家 在念清淨咒的時候 有沒有 沒有請根本上司加持我們深口意 清淨 口葉深葉意葉 有嗎 沒有 OK 那很抱歉 你的第一節就是空的 有人修了二三十年 為什麼沒有感應 因為從第一節到最後一節都是空的 好 那我們再來做第二節的評量 召請咒 好 然後大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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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奉起 那麼根本全能上司連身佛佛 那麼大白蓮華同志 那麼我剛自在佛 那麼真莫中立大全神主師 那麼 哇 念念念念念念念完 我跟不上咧 我沒有辦法招請 你念這麼快 那麼阿彌陀佛 那麼要師佛 那麼釋迦牟尼佛 那麼觀世音菩薩 那麼地上王菩薩 那麼準提佛墓 請問你可以招請嗎 不能 那念這個是什麼 口乾 那我就要喝水 對不對 好 所以 當我們在 你翻到第十六頁到第十九頁 你就可以看到 師任在上面講 你在招請的時候有三個方法 第一個用咒招請 第二個用意念招請 第三個用手印招請 你問問看自己用了哪一個 好不好 第一個用咒招請 大家都會 可是 這個裡面師任有解釋 這個是招請五方佛的咒語 所以呢 五方佛到的時候 所有的旁邊的眷屬菩薩護法都要到 好 當你在普招請 像我們在招請這麼多尊的時候 你就要心中要有一個蓮花 對不對 先有一個 你的心輪上有月輪 月輪上面有蓮花 蓮花上面有種子字 種子字要放光 升到虛空招請 如果是普招請 招請很多尊 像現在 那你就 升上去 你唸 哄的時候要有聲音跟力量 還有影像 翁阿翁 翁阿翁 手哈 你有沒有看過放煙火 翁上去 會放光的 這樣懂嗎 你要用各種方法幫助自己 好 所以這個是哄字 有觀想嗎 有的有 有的沒有 如果你是招請自己的本尊的話 那就是本尊的咒字 跟他的顏色 升到 如果是阿彌陀佛 就是聖字 升上去招請阿彌陀佛 一樣聖字要放光 招告宇宙 請阿彌陀佛趕快來 是不是 好 不是只有在你這裡喔 你這裡 很小 你要告訴所有的宇宙虛空 我再招請阿彌陀佛 你的念力出來了 這個才有力量 才叫做念力中 如果沒有念力 那不好意思 可能就像一個泡泡一樣 馬上就消失了 沒有了 好 第二個 好 所以這是用咒招請 用意念招請 剛剛我已經講了種子字 再來 第二十頁裡面 師尊有寫到要氣動 什麼叫做氣動 講了很多遍就是 觀世音菩薩出現的時候 你要觀想他的衣服會飄 或者會怎麼樣 好 他穿什麼樣的衣服 戴什麼樣的帽子 我們以師尊來講好了 師尊出現的時候 你如果不會觀想 我們是不是每次晚上 都給師尊磨頂 你就想師尊就在你前面 手也可以伸出來 從虛空當中給你磨頂 這個就很真實了 好 觀世音菩薩出現的時候 不是只有淡淡的白光 是整個虛空都亮了 比如說比現在你看到的 頭頂的燈還要亮 他甚至淨瓶要倒水出來 你請觀世音菩薩 你的淨瓶給我甘露 幫我清淨 你的心有動 才會去觸動佛菩薩的心 他才會動 你的心不動 是沒有辦法感動跟打動他的 所以你在每一針招請的時候 或者說師尊有說法印 對不對 你要看這個 這個諸尊的手上 是比手印還是拿法 其實如果解說法印 我也會希望師尊 你能夠多說一些祕法 我也能夠聽得懂你講的法 如果師尊拿的是金剛靈儲 醒師尊 金剛儲加持我堅固 金剛靈搖靈 加持我開智慧 或者放習真懷珠的光給我 OK 好所以你在做這些招請的時候 你要知道他每一針 他代表的是什麼 他的功德是什麼 他放的是什麼光 所以絕對不會像我剛剛念的時候 那麼根本傳承上師連身活佛 那麼大白蓮花童子 那麼阿彌陀佛 那麼要師佛 那麼釋迦牟尼佛 沒有 奉請那麼根本傳承上師連身活佛 師尊要出現 那麼大白蓮花童子生 尊 這個是勾印招請 大家都會對不對 有沒有用 今天也是勾才天女 所以你的勾要生上去 奉請根本上師連身活佛 奉請阿彌陀佛 奉請阿彌陀佛 奉請觀世音菩薩 你一針一針勾下來 一針一針的顏色 跟他賜給你的 息災 有的賜給你福慧 不一樣 這樣才叫做招請 好 所以有這樣招請的 有嗎 大家有一針一針真的很用心招請嗎 有的有 有的沒有 所以 沒有招請到 不是佛菩薩不理你喔 也不是師尊教的法沒有用 是 我們沒有用對方法去招請 所以 沒有下降 很可惜 還有 再來第三個 大禮拜 這大家都會對不對 一拜師佛十方佛 奉馬奉 二拜諸菩薩奉馬奉 三拜護法金剛 講到這你就知道我要講什麼了 如果也是這樣做的話 那你還是空修 你這一壇還是空的 這一節啦 不要講這一壇 你如果這樣修下來 你修二十年 你的每壇法 都是空的 很不好意思 我不能講空啦 就是 他還是有一個外型 但是一下就破掉了 因為沒有實心 沒有意念在裡面 好 我們講這個大禮拜 到底要怎麼拜 第三十頁裡面 師尊有講一個很重要的 觀念 本尊放光 你要接受光 要接受 不是 好第一個來 我們講一下 OM 比如說我們剛招請了很多尊出來 你就以師尊為主在中央 上面有佛跟菩薩很多尊 對不對 所以當妳在一拜師佛十方佛的時候 這是做什麼 OM 是做什麼 請諸佛加持我身清淨 OM 加持我口清淨 加持我意清淨 所以妳是怎麼樣 師尊虛空中的諸佛 妳要把所有的光收進來 前程的請你們 加持我 深口意清淨 所以 怎麼收 所有的光要進到我身上 這裡以後 不是馬上就消失喔 因為大家的觀想的光太弱 妳如果不會觀想的話 妳找一個這個 上面有燈 妳們大家會想的話 把那個燈放在我這裡 OM 很亮的一個燈 燈泡 請諸佛加持我口清淨 把紅色的光全部集合 諸佛加持我口清淨 所以我這裡是全部紅色的阿字 請諸佛加持我意念清淨 藍色的光 HOM字收在我的心輪 所以妳要知道 妳這裡現在是OM 阿 HOM 全部都是白光 紅光 藍光 甚至會把妳的身軀蓋掉 因為這個光不是只有在我這裡 它會透出去 而且妳還要做一個 慢慢的就是讓它融入到妳身體裡面 妳去感受 OM字進來 到了妳的表皮 進到妳的頭腦裡面 從裡面放 OM字出來 阿字進來 進到我的喉嚨裡面喔 不是只有到這裡就消失了喔 妳要 師生是不是講過 入住容 所以妳的皺字 不是只有在表面 妳要入 住到裡裡面 到裡裡面容 才有辦法把妳的口葉 消除 我 藍色的 HOM字進來 消除我的煩惱 大家是不是很多煩惱 煩惱很多 請諸佛以妳的力量 加持我一夜清淨 從妳的心裡面 有蓮花 把HOM字整個放到宇宙 所以妳是怎麼做 請諸佛加持我 身清淨 所以妳要全部收攝進來 變成妳的 二拜諸菩薩的時候也是一樣 好 剛剛我們是以師尊為主尊 菩薩的話妳也可以以師尊 或者以妳自己的本尊如果是菩薩 還是妳那天修的那一尊是菩薩 就以那個菩薩代表所有的諸菩薩 一樣加持妳 身清淨 口清淨 意清淨 護法也是一樣 護法都是佛變化出來的變化身 他們有同樣的能力可以加持妳 所以 師尊講的那一句 本尊放光 妳接受光 請問妳有沒有接受光 妳有沒有真誠的齊請 師尊諸佛菩薩加持妳 身清淨 口清淨 意清淨 這個是要做到很細喔 為什麼要這麼細 因為 當妳細心的去做觀想 做微細的觀想的時候 妳腦袋不可能想其他煩惱 對不對 不可能的 可是妳如果不做觀想 妳的 妳今天跟誰講話 或者是剛剛做什麼 什麼事又忘了 那些思緒會跑進來 所以用這一種甚深的觀想的時候 妳其他的煩惱 當下至少是斷除掉的 我剛剛講當下 每一節 我們都在修當下 妳沒有在修未來的喔 妳也沒有在管妳的過去喔 所以真佛祕法 為什麼師尊常講 或者禪宗祖師常講 當下 妳一節一節的修 妳的心會慢慢的沉澱 就像那個水很濁 慢慢的沉澱下來 水清了 其實妳就看得到妳自己 隨便 如果還是有妄念跑進來 他一跑進來妳就會看到他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在學習 觀察妳自己 瞭解妳自己 明白妳自己的心跟妳的意念 在妳出口罵人之前 我已經看到他了 我就可以收住 止住 就有機會啦 不一定每次都止得住對不對 但是有機會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試一下好不好 因為這個很重要 只要試過這個之後 後面的遺軌妳就都會了 所以剛剛我講的就是說 當妳把 諸尊的翁字收進來 妳就像一顆燈泡一樣 妳整個人都亮了 會觀想嗎 妳開燈 是不是整個燈泡都亮了 好我們做一遍就好 大家去試著把光收進來 融入之後 從妳的裡面 發出光明來 好來我們試一遍號 妳拜師佛時放著 歐 收諸佛的光到妳的額頭 從裡面 放光出來 請諸佛加持我口氣 從光進到妳裡面 從 從 再放射出來 凸 請 加持我 藍色的凸字收到妳的心靈 然後妳整個人像燈泡一樣的 變得非常 好 這跟妳平常做大禮拜 應該有一點點不同了 好 所以等到妳自己再去做的時候 妳的覺受會更深 還有一個問題我發現的就是說 同門會說 OM A HOME 結果它的OM的白光 是暗色的 還帶黑 絕對沒有那麼的亮 然後紅光進來呢 我講很好玩 白光不白 紅光不紅 都是暗的 然後藍光呢 想不出來 到底什麼是藍光 好所以 妳如果是暗色的光明 這個就是六道輪迴的光了 絕對不是佛菩薩的光明 所以妳平常師尊有教妳 要懂得去射光 比如說我看到太陽 看到月亮 我就會像那個狐狸一樣有沒有 把光射進來 我甚至在路邊看到這個紅綠燈的紅光很刺眼啊 收進來 踩煞車的光很刺眼 我也把那紅光全部收進來 然後藍光呢 ETC 是不是被他收了錢 對不對 藍光收進來 就是妳的 總之妳要學著把各種的光 要很亮的光 才是佛菩薩的光 好不好 注意妳的光 是暗暗的 還是很亮很光明 我以前的光都是暗暗的 所以我不曉得妳們的光是怎麼樣 可能 因為妳眼睛閉起來就暗了嘛 對不對 可是妳要想妳是在戶外大白天的感覺 佛菩薩一出來當然是光明的 不可能是晚上的昏天暗地的啊 是不是 好 OK 那其實裡面還有很多齁 妳還要觀想妳自己全身投地大禮拜喔 不是五體投地喔 全身 妳在做大禮拜的時候 那妳有觀想我自己現在穿的是老媽裝 所以我全身投地大禮拜的時候 是千萬個自己 全部趴在地上 跟師尊佛菩薩 鼎礼 求懺悔 求清淨 感恩 絕對不是我們這樣 二拜諸菩薩 三拜護法金剛 所以如果這個四加行的法 大禮拜法真的要好好的修的話 四加行的確是要分開 一個加行一個加行去做 甚至妳在做大禮拜的時候 妳還要練氣 妳既然要做大禮拜那當然 對不對 一魚三吃 我順便練氣 好 所以為什麼這個加行 妳深入去做的時候 每一個加行 都很深 絕對不是表面的 好 所以大家大禮拜 有這樣子修嗎 還是只有恩阿虹 二拜諸菩薩恩阿虹 如果是這樣 那很抱歉 第三節 妳是修空的 白修囉 如果妳三十年都是這樣修 如果妳三十年都是這樣修 那希望妳從今天開始可以 改變方式 好不好 這樣妳才有辦法沉澱妳的心 好 第四個大供養 本來我還想講大海超度首映 但是現在已經25分 我才講三個 好 所以超度的 我就不講 但是我提醒大家 妳在做這個 吃飯其實很重要 還是講好了 妳在大供養之前 妳每餐吃飯都要超度是不是 然後大家就這樣 好 結束 照我剛剛這樣講下來 妳覺得會有用嗎 妳知道這個動物在被殺的時候 她的那個恐懼 或者怨恨的能量 還存在她的身上喔 還存在她的肉上面 所以妳吃了之後 我們人吃了之後 就過動 就暴躁 生氣 想要 對不對 所以妳要真正做到超度的時候 這個妳去看這個 瑜伽宴口的遺軌裡面也有 唸這個 往生咒的時候 往生咒是 不是啦 唸大海超度首映的時候 妳唸的是什麼 文書菩薩往生咒 所以主尊是誰 OK 謝謝大家 上次有人回答我阿彌陀佛 又有人回答我觀世音菩薩 所以 唸這個大海超度首映 吃東西做超度的時候 主尊是文書菩利菩薩 她是橘紅色的光 好嗎 請妳不要嘴巴唸 手裡抱著 然後心裡想的是 這樣就不行啦 對不對 所以妳在做超度的時候 比如說妳這一盤是肌肉 那妳就要觀想妳心中的 HOME字 放光 心中HOME字請妳亮一點 妳有沒有看過雷射光 有 HOME字 出去照它 然後它被這個HOME字包起來了 然後妳慢慢的唸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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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那個皺字的光明去加持它 解除它心中的恐懼 跟它的怨恨 用皺字加持它離苦 妳這樣的超度才有用 妳用妳的皺 佛菩薩的磁場 佛菩薩的加持去化解 它將來才有機會 轉身到比較好的境界 對不對 然後呢妳也可以再觀想 妳的這個盤子變成蓮花 上面有一個皺字 文書施利菩薩放光 把它射受過去 收回去 妳這樣才叫做超度啊 吃了才不會有問題 密教為什麼可以吃這個荷食 什麼東西都可以吃的原因在這裡 絕對不是我們這樣 不要讓人家說 OK 我已經做好超度了 所以我們密教什麼東西都可以吃 假的 妳沒有真誠的用皺力去加持它 沒有請文書施利菩薩來放光接引它 所以很可惜 來不及了 OK 好 我講重點 這個供養 大家都已經會變化供養 在第48頁裡 冕師尊有講所謂的變化供養 廣大供養 還有用心供養 變化供養大家都會 對不對 一個變成一千個 不滿虛空 廣大供養有做嗎 不常啦 偶爾妳如果有做護膜 或者是有做會供 妳才有帶很多供品 對不對 用心供養 妳知道是什麼叫做用心供養 妳帶東西來了 就這樣 我擺了 妳們自己吃吧 然後咧 帶什麼來供養 妳要供養佛菩薩跟護法什麼 沒有 我就把家裡不要的拿來供啊 有的人是這樣喔 我家裡剩的沒有人要吃的 那我就拿來佛堂供 我告訴妳 我看了我都不想吃 不要講佛菩薩 我看 沒有 妳要怎麼做 那天師尊是不是有開示 在馬來西亞一個師姐自己炒的花生 師尊覺得那個每一顆花生都很珍貴 因為每一顆花生都是他用心炒的 所以妳要在做佛菩薩 妳在做供養的時候就要 如同師尊在現場一樣 妳就跟師尊說 師尊 這個是我去哪裡買來的地瓜 是有機的喔 然後這個蛋糕是我這個 昨天晚上就開始自己烘焙的喔 然後這個水果是怎麼樣很甜喔 妳要會介紹 對不對 我是拿最好的心意來供養 當妳在發出這個供養的時候 或者說我今天吃炒米粉 我就會說 師尊 今天我們吃炒米粉妳試試看 而不是這樣喔 你們自己吃喔 他就沒有用心 等到妳發出了那個心之後 妳會發覺那髮瘤突然下降 因為妳觸動到它 好所以不是只有變化觀想就好 好或者是這個 這杯茶很香啊 這個一斤幾千元的妳試試看 對不對 妳要當做師尊在現場 然後妳很歡喜的供養師尊 佛菩薩他們也會很歡喜 OK OK 好 我四龜先跳過實在是沒有空 因為我要講的比較重點在披甲護身 我講很快 披甲護身為什麼沒有用 晚上節節為什麼沒有用 好 師尊這個 我們的衣鬼裡面 我敘述 金剛手菩薩 深藍色 一面二背以三目 撐怒 成憤怒相 然後獠牙外露 帶五 咕魯關 然後結祥福印 左手持金剛鎖 右手舉這個金剛觸 然後有橘色的眉毛 烈火向上的頭髮 然後戴什麼戴什麼 OK 請問妳們做披甲護身的時候 歐巴黎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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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結束 一句話 請問妳剛剛觀想出來的護髮 有沒有牙齒 孫恩講過 恩便 下牙上療 上 上牙療下 Anyway 妳的護髮有沒有牙齒 妳的護髮有沒有眼睛 真的有嗎 還是很模糊的 有三個眼嗎 有兩個眼就很偷笑了 不要講三眼 她的眼睛有瞪得很大很兇嗎 老實說啦 大家觀想出來都是暗暗的 模糊的 妳以為我會怕妳嗎 鬼啦 鬼啦對不對齁 那一下就破掉了根本沒有力量 我哪裡會怕妳 是不是 又暗又模糊又沒有牙齒又不兇 也沒有火光 誰怕妳啊 所以結界為什麼沒有用 妳的護髮要夠兇 是不是 她手上拿的金剛醋是什麼意思 就是 警察帶槍妳知道嗎 對不對她拿的不是玩具槍 妳不要這樣 其實妳們都沒有觀想出來 有的有啦 但是有的拿出來妳也不曉得幹嘛 假的啊玩具槍 她拿金剛醋出來之後定妳 警察拿槍出來的時候歹徒是不是都這樣 所以妳要加妳的意念上去 這個金剛醋是做什麼的 我的金剛鎖跟手銬一樣 而不是好像軟軟的沒有用 好像是彩帶 是不是 然後她的亮光呢 妳知道她的藍光有多藍嗎 妳如果不會想的話 就想打了一根閃電 是不是馬上跑 妳的意念念力中 我們的護髮都暗暗的沒有帶武器 沒有牙齒沒有眼睛 也沒有火光 頭髮也不會向上 出來的時候沒有氣場 沒有氣勢對不對 天王出來是不是還有氣勢 我們的護髮出來都 好像阿飄一樣快飄走了 沒有力 怎麼保護妳 好所以 這個招請護髮的時候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 晚上睡覺的時候 像剛剛 供養 隨便妳們要不要吃無所謂阿 我招請披甲護身的時候 妳們也沒有來也無所謂 所以妳就晚上就被吃掉了 對不對 妳應該要說 祈求護髮 請妳速速下降 守護我 晚上不要受到干擾 妳一發出妳真誠的求救訊號 好不好 很急切 我拜託妳一定要到 守護我 她馬上就會到 而不是 反正我念完了 妳以為這樣就有用 沒有 她跟泡泡一樣 砰馬上不見 所以結界沒有用 好 好 大家回去試試看 再來 剩三分鐘 我們很快的講高王經 念高王經 同樣的 像我剛剛之前講招請 妳一尊一尊招請 妳有沒有一尊一尊 想她的顏色 她的光 她的衣服 沒有 所以 所以妳念一萬遍 也沒有用 因為沒有一尊下降 妳要去射受她的功德 比如說 百億金剛藏佛 定光佛 妳不曉得她什麼顏色 她沒看過 那就全部都金色的 妳知道五方佛 不會的話就全部都金色 定光佛 她下降的話要放光 放 能夠讓妳 深入禪定的光照妳 上方無數精進保守佛 加持我們所有人精進 下方善極月陰王佛 什麼叫做善極 師父在西雅圖吃飯的時候說了 妳如果想要善終 叫做善極 對不對 所以妳在念光王經 妳當然要求她下方善極月陰王佛 求求妳讓我能夠善終 能夠走的時候不要太痛苦 還能夠往生到好的地方 所以妳要射受她的功德 請她以她的願力跟功德加持妳 師父是不是講每一個佛裡面 她會有妳去抓她重要的兩個字三個字 請她以那個功德來加持 妳有這樣念高王經嗎 沒有 所以念好多遍都沒有感應 以為師尊講的不算數 不是 是我們空修 師尊講了N遍 妳有聽沒有到 是不是 妳現在回想起來 師尊已經講了幾百遍了 好 沒空了 已經四十分了 然後妳說好啊 沒關係啊 我最後我念百遍名咒三遍 不是補卻了嗎 是不是 有啊我念百遍名咒 那我再問妳喔 妳百遍名咒是怎麼念的 如果妳像之前我剛講的 妳自己去看師尊的書啦 裡面還有怎麼念往生咒 妳要怎麼念這個 清醒蓮花童子 心咒一百零八遍 妳到底要怎麼念才會是十心的 妳要怎麼樣做九節佛風 那個才叫做佛風 什麼叫做佛風 還是只是妳呼吸而已 呼吸跟佛風不一樣 怎麼樣會變成佛風 妳自己去看齁 已經時間到了對不對 好 怎麼樣入我我入 妳的念佛要怎麼念 妳的回向要怎麼回向 百遍名咒妳到底要怎麼念 才有辦法補卻 不然妳念的百遍名咒 很抱歉 真的是很慈悲啦 說可以補卻 但是就是一樣啊 就啵一下就破了 好這個補卻的力量 可能就沒有那麼的強 就不夠強 好 好 所以這個總之 我剛講密宗又稱為念立宗 妳的修法的每一節要實心的 要有妳的意念 要有妳的誠心 才可以觸動諸佛菩薩下降 好 不然 妳每一節 每一個咒 每一個高昂經 每一坦法 都是空的 如果有人 老老實實坐下來修一坦法 那就剩過大家修一輩子了 是不是這樣 所以修法妳不要貪快 妳去注意自己的心 是不是有沉澱下來 是不是有收到 有融入 佛菩薩放光妳有沒有接受 好 好 那 等妳再回去看 世尊這一本 逆教大光華 妳就會 恍然大悟 妳這二三十年來是怎麼過的 好不好 好 那妳也會發覺 其實每一節的遺軌 都在教我們清淨 妳從第一節的清淨之後 妳心還沒有定下來 還沒有完全清淨 第二節在清淨 大禮拜在清淨 四歸一在清淨 一節一節更深的 這樣子做清淨跟觀想 然後每一節都幫助妳沉澱 幫助妳專一 幫助妳在當下 如果妳時時時刻刻的生活都在當下 其實妳不會 比較不會 煩惱妳的未來 跟被妳過去的陰影傷痛給影響 如果妳在當下 譬如說 我技術器去哪裡 OK 我身上都帶著技術器 幫助 妳不要以為說我已經唸幾百萬遍 就再也不需要技術器 沒有 很奇怪 妳技術器拿起來的時候 就只有她 跟妳 跟祖尊 沒有別人 也沒有過去未來 她能夠幫助妳 非常的大 OK 所以 希望大家就是 我們透過真正的沉澱下來修的時候 妳會發覺 妳將來修法的時候 會用 所謂的六式 七式 八式 師尊在書上也有提到 妳會用聖身意識來修 就不是修表例 那希望今天講解完遺軌以後 大家就升級啦 對不對 就變成每一節都有實修 好嗎 好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謝謝大家